一個政治人物穿起來之後 有哪會不會太炒痕 其實柯文哲現在的現象 如果年紀跟我差不多一樣大了 1994年阿扁當時就是這樣 是 就是民國83年 扁帽工廠嘛 對 他們大家都要去買扁帽嘛 買扁帽娃娃嘛 好像好像沒帶扁帽沒辦法 都很要緊嘛 就是那個年代嘛 就塑造了一個阿扁嘛 當時的政治本來是很悲情 所以他把他搞成希望的城市 快樂的市民 他用這種方式去讓一群年輕人跟隨 那你說我也是其中一個嘛 也不知道有什麼要跟隨嘛 就同學說去找阿扁 去看阿扁 整個都去了嘛 後來就一直跟一直跟了嘛 那現在柯文哲的狀況是一模一樣 柯文哲的狀況是一模一樣 所以他用這個這個小草也是一樣嘛 就是跟當年的阿扁是一樣的 但是這個熱潮 阿扁後來有衝出一片天 但是這個熱潮會持續多久 就不一定 阿扁那個年代是資訊比較不對等 比如說你知道阿扁這個台 那個時候我記得應該只有三台 就是說那個第四台比較不普遍 除非你是台北 台北的大學生你才知道 可是現在因為網路普及 所以這阿扁做任何的事情 全台灣的年輕人都看得到 24小時都看得到嘛 所以這件事情在民進黨內當然也會討論 討論柯文哲現象怎麼辦 因為每四年會有一百萬的手頭主 那這個小草是十六歲 從十六十七十八 下一次選總統這些人是手頭主 好那對民進黨來說這些優利 我這兩天去念了那個年輕人的那一封信 那那封信所裡面所提的問題 不是不是選候給的 這是選錢給的 可是選舉期間我們也沒辦法去解釋那麼多 而且選舉期間你只要解釋就是狡辯 就是你在你在幫這個政府辯駁 然後拿一堆數據跟年輕人講說 有啦有啦小英政府其實有做 選舉的事情都說不清楚 而且選民會跟你講說數字人彬彬 對而且我就沒 這叫體感溫度你知道 有一個地方幾二十萬戶 包租貸管怎麼說我就沒大到 我在台北租房子還是一萬多塊 或者租亞房租套房這些問題 好但是這個課題啊 我想這個對民進黨的黨中央 跟現在行政部門 跟新的行政院的執政團隊 大家都要把他放在心裡頭 而且現在新的總統當選到 520就再三個多塊 一定要緊鑼密鼓的 把這些年輕人現在問了這些題目啊 這題目我在講這題目不是新的 已經被問了好幾年了 那這些題目呢 應該要把賴清德在選舉期間 答應年輕人的所有事情去做對照 520一定要有重要現實 520一定要跟大家講 我接下來要對年輕人做什麼 大家檢驗賴清德的時間不長啊 三個位而已啊 520上陣一百天 大家就會看賴清德 是不是一個好的總統 那一百天剛好遇到暑假 接下來年輕人大學生要開學 大學生就會討論 賴清德是不是一個在乎年輕人的總統 好那這些政策呢 民進黨的各方啊 都已經開始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討論這些事情 尤其像我們臺灣智庫 我們已經啟動了 這大概分兩個部分 其中我把它稱為叫大聲工 大聲工就是社團 社團的領袖 學校的社團的領袖 包括網紅這些人 講話很大聲 這叫大聲工 要來嗡嗡用大聲工 要打喇叭都沒去 但是有另外一種叫悄悄話 什麼叫悄悄話 好我們今天攝影棚裡頭的這些攝影大哥 有總統來問過你們的意見嗎 沒有 那你有人去問過台中工業區 每天騎摩托車上學的那些媽媽 他去上班下班的時候 五點都要去安親班 接小孩的那一些媽媽的意見嗎 這些媽媽不會哄哄共 這次事件總統跟主席跟黨中 就要去聽這些人的悄悄話 他們不會講得很大聲 可是有機會要跟這群人在一起 不可以每天想的就要追領袖 追什麼社團的什麼負責人 社長聯合會的理事長 什麼工會理事長 那些很多人來講的話都是假話 都是給你奉承的嘛 那你為什麼不去問這些很基層的年輕人 去問他說你到底對政府什麼不好 你對民進黨有什麼不好 你為什麼不要倒彎 這個事情還有時間趕快去做 否則下一次縣市長選舉兩年 兩年而已喔 馬上就到 對兩年馬上就到 然後馬上就檢驗賴清德 是不是一個好的總統 我從來看過 我從來看過